男嘉宾小勇24岁来自贵州 是一名装修登城师 女嘉宾小勇24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留情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我愿意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是我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就去深圳打工 认识了他 慢慢的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是这样的 因为工作关系 从同事变成了恋人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在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女生有说到 是被自己的上司骚扰 是吧 然后两个人离开了 你告诉我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是这样的 当时我和他在工厂的时候 他们换了个领导 那个领导刚去 也是三十来岁的样子 老师就说带一些女生出去吃饭 他就是说也是经常瞒着我 说是加班 然后就是也是去吃饭 这个事吧 我感觉就说心里特别不不舒服 对对对 后来吧 就是有一天发短信给我 说他去吃饭去了 和一个几个女同事 当时我也不放心 我就说打听其他同事 打听到他吃饭的饭店 也不是很远 我就去了 我在上面就说大冬天了 我等了两个多小时 出来之后吧 你说就是说吃完饭都十一二点了 是吧 他非得去KTV唱歌 然后我一看脸也挺红的 他非得要去啊 当时我有叫你去 是你自己不去的 而且所有的同事都去 我问题是这么不合群啊 问题是一群女生 我怎么去啊 你不去你我别说了 我让你先回家 你不回去 那你去哪了 我在那树底下抽烟吧 然后一会儿就遇到 他们领导下来了 我一看他们领导 因为他领导就是传闻比较多嘛 我心里也不放心 看领导在打了回电话 来了几个人 几个男的 两三个男的 然后也朝着那方向去了 我一看这事吧 搁谁我一想肯定不对啊 我赶紧打电话给他 怎么打他怎么不接 我没有听到电话 包厢里太吵了 后来我给你回电话 我也出来了 你不是跟你走了吗 你就是出来了 问题是不是你一个人出来的 你们领导也在那里啊 他非要干出来 我有什么办法 关你们领导什么事 你是我女朋友 不是她的女朋友 说说我叫你走 你为什么不走 他以为是咱俩要吵架 他想把我拉走 不想让这场矛盾再发生了 但是他也知道 你还动手打了他 那就打嘛 就是踢了就叫 就是说推了几下而已 所以你别看人小啊 真急了 确实有能量 那我们最后为此 都付出了代价吧 都被开除了吧 不就一个工作嘛 辞了就辞了 大不了我养你啊 那也就是说 所谓的领导骚扰 就是这件事是吧 对 好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我特别想问一下 唱歌是领导 约大家去唱歌的 还是你们自己想唱的 我们自己几个 女同事组织的 领导当时没去 后来领导去 我们也没在一个包间 然后她是 没在一个包间 怎么就遇到了呢 我是在走廊碰到她的 哪有这么巧啊 她总是多想 也就是说 关于领导骚扰的 这个段落 完全是男生 自己觉得她在骚扰 而女生并没有觉得 过去的这位上司 对你构成了骚扰 对 那辞了职之后 没有了这个领导 生活应该好了吧 怎么还闹呢 是这样的 因为她家是济南的嘛 辞了职之后 我和她一块来到济南了 到济南之后吧 日子过得特别苦啊 说实在的 那段时间 就说挺对不起她的 东西也没买多少 住的也不是很好啊 我那时天天想的 就是怎么赚钱 怎么创业是吧 就说然后就找了几个朋友 一起干装修 做软件 做设计啊 然后自己接活也干活 就说类似那一点 但是说这样的话 最起码能养活我和她 那时候她每天都回来 特别晚 我自己在家一待就是一天 我就觉得特别无聊嘛 我就去找我之前的小伙伴 出去玩 可能有时候回来晚一点嘛 她就总是不同意 总是说我 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们只是出去一块玩而已 你又不在家 你又不陪我 还不能找别人陪我吗 我是不在家 我是不陪你 但是有时候回来 我发现一男的送她回来 我说过了 那男的只是我朋友的表哥 他是帅道送我回来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知道你很单纯 因为我知道事 肯定不这么简单 因为男生比较了解男生嘛 所以说我当时去找了你朋友 过后之后我去问了他 他说我配不上你 然后飞着就说 给他表哥介绍对象 但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呀 我是跟你一心一意的 是你不相信我的 说白了 你就是去相亲 但是你不知道 你知道吗 现在我不知道 怎么能算是相亲呢 你算背相亲姑娘 别哭啊 现在容易背 你确实不知道啊 没有 我确实不知道 这个深圳的情敌走了 济南的情敌又来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等一下可以吗 你要给他擦肋去吧 体贴你 你自己擦吧 只给他就行了 心很细哈 还是喜欢他是吧 对 这个男人不挺好的吗 你看 这确实你 你朋友也说了嘛 是给他表哥相亲的嘛 但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嘛 我对他是一心一的 他总是怀疑我 后来我就知道 在小片里面 其实也提到了 你好关他是吧 对 你为什么关他 怎么关 那是这样的 有时候回来就发现他手机 他不是去洗澡了吗 我看他手机上就说 有个人给他发短信 说是什么 我想你了 什么亲爱的 之类的 所以说那次之后吧 因为我做装修的嘛 我就把家里换了个门 换了个防盗门 因为刚好就说工具上剩的嘛 然后就换了个防盗门 第二天早上吧 然后我就把门给锁了 锁了几天 嗯 锁了三天 你没回去 你第一次 把我锁在家里一天 我要出去做活动 我就自己在窗户爬出去的 你把我锁到家里 怕我出事 把我关到家里 家里安全 我跳窗户出去 你又不怕我出事吗 你们家几楼 你们家在一楼 后来呢 后来我就从窗户里爬出 参加那个活动嘛 回家之后 他就一直在说我 一直在说我 然后到第二天 他把家里的门和窗户 都按上那个防盗窗 防盗网 然后不让我出门 一关就是三天 他把我在家里关了三天 有有的吃吗 就是 像宠物一样 哦 一天三天给我做 吃点 从头的帮我出门 我刚做了一个活动嘛 如果我不吃的话 每天要给人家赔 一两万块钱呢 然后把手机给我拿走 帮我给别人打电话 你在济南做什么呀 要赔一两万块钱 我之前是做话 回来济南之后 听到朋友介绍嘛 学了化妆 然后接了一个 那个团队活动的 那个妆面嘛 要做一个星期 第一天 他就把我锁到家里了 第二天就彻底出不了 把门了手机也没有 也没法跟外面的人领悉 一锁就是三天 别别别是面子 啊 当时是这样的 我和他回去吧 然后当时也挺生气的 他也没有及时的跟我沟通 没有说这个事 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了 一个小女子都能做翻窗出去啊 那别人的话也能翻窗进来啊 我也想了 也是为了安全着想 也是为了他着想 当时我也是也怕挺失去他的 我今天晚上回来已经告诉过你了 为什么第二天 你还要把我锁到家里 插一句啊 涉嫌违法啊 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不管对谁啊 这个事发生之后 两个人就来到这儿了吗 嗯 还没有 还有事啊 后来嘛 他不是他朋友过生日吗 嗯 他去啊 然后我的确是没时间 也很忙 因为 叫你了 叫我了 因为我特别忙 因为我的口里就说 两个人的就说 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是吧 他去就说去吃饭嘛 我回来都12点了 嗯 12点还没见到人啊 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一直打一直打在家 我也挺着急的 最后好不容易打了 就说快一个小时啊 手机都快打没电了 然后他终于接了 但还不是他接的 他朋友接的 我听那个声音的样子 就是醉的已经 不行了 那种 谁醉了 就是他朋友 他朋友 也是一女生接的 最后好不容易听见弟子 我赶过去的时候 刚好遇到他出来 醉的都不行了 刚好一个男人抱着他 正如没有往外走 当时把我气得不行了 然后我赶紧抱着他 他连怎么回来的都不知道 那第二天你就给我 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嘛 让他们给我绝交 不让他们给我在一块嘛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吗 就这种朋友 交和不交有什么区别嘛 都带着你吃喝 完了一天也不干正事 就这种朋友 有什么可交的 那你的朋友 他们天天带着你出去的时候 我怎么不说什么 我这么努力 这么上进 就是只是为了 我和你 就说能够一起走下去 能够给你更好的生活 就说我这种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也需要自由 我也需要空间 你总是天天 把所有的时间都霸占的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我那是感觉你太单纯 我是怕你受到伤害 因为你 我又不是傻子 好人 坏来我能分不开吗 基于种种女生 就想跟男生分手 是吧 对 男生还想挽留她 是吗 对 这么长时间都过了 就说这么难 这么苦的日子都过了 是吧 就说现在稍微好点了 然后她走了 就说我感觉 就说特别痛 你说我有几个问题想问 你跟她分手 你心里痛吗 就是你想跟她分手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舍不得肯定是有的 但是她总是知道 对我 我受不了 那不醉这件事 自己后悔吗 何成这样 我后悔过 我也向她道过歉 但是她就是 后悔过也道过歉 还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特别想问一问 关于电话短信的事 那人是谁 为什么发那样的短信 那个人就是之前嘛 一个追求者 我已经明确地 给他表过态了 我说我有男朋友 咱们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就是 一直给我发 一直给我发 我也没有办法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追你的人多吗 多 他们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我有男朋友 知道男朋友 很少时间陪我 是搞装修的 他们怎么知道 搞装修的 经常不回家陪你 他们就跟我聊天 他说你男朋友在家吗 我就说 那个他还在加班呢 然后他问我是做什么呢 我说是做装修的 他说哦 做装修挺忙的 非他不娶吗 非他不娶 因为感觉和他 走了这么长 他也这么好 然后包括我都 随他来到了济南 想在济南 就说一直发展下去 如果他未来你娶了他 他还是这样怎么办 你还惯了 我相信只要有一颗坚持的心 他一定会改变的 哦 还挺顾着这孩子 好 接下来的问题 就交给我们的四位老师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伙子一直在 生成自己活得累 你养他 你要挣两个人的钱 那你能不累吗 然后你累 你忙 帮你回去吧 你我一是 感谢对 没办法 你不认为 他们就会 不认为 不认为 那你再买 让我 你过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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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说了吧 你看你男朋友 老管着你 而且整天 要不就是管着你 要不就是不在家 不陪着你 这样的男人 不要也罢 你看看我 又有钱 想喝酒喝酒 想去哪儿玩 去哪儿玩 不管你 怎么样 有没有诱惑 有 所以 就会发生 以下几件事情 被相亲 宿罪 还有人给你发短信 说亲爱的 你回了吧 没有 为什么没回啊 因为我不想理他 你把他加黑啊 我感觉这样做 会不会太绝情了 绝情 所以其实 他再怎么管 最管不住的 就是你的心啊 女孩现在之所以 你还没有跟他说 我离开你 我个人觉得 你没有找到一个 真正的理由 我跟你说的 所有的话 其实说给你听的 小伙子 你看事情太简单 太冲动 有时又太自私 你们俩可能 并不适合在一起 所以说认真地 审视一下 自己身上 发生了什么问题 对方身上 是什么样的事情 在发生 即使你在进行 下一份恋情的时候 不正当的爱情的手段 一定不要去做 真正爱对方 是要将心比心 而不是管住他的人 他 说你的评价 你认为是正确的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反驳他 你们都这么想我 我还没有这么想呢 他这么想 余老师也没有这样想呢 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驳呢 我没有这么做 那为什么刚才不辩驳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很生气地指责他 曲老师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身边的朋友 都可以证明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或许我某些行为不对 但是我绝对不是 你口中所说的那个人 我一定会这样说 所以我只想说什么呢 一个是成年的女子 却偏偏像个孩子 一个是同龄的男子 却偏偏要把自己当成父亲 你看看 就是这个样子 楚楚可怜 憋着嘴 而且 有任何问题过来的时候 你通常不会用明确的语言 来描述这个问题 就摆出一副这个样子 一个成年的女子 就应该有事 说事 一是一二是二 我是有男朋友的人 我就要对别人冷眼拒绝 但是你就是这样的样子 我几乎都可以想象 你跟别的男子在一起 聊天的时候 的那副样子 你自己太像个孩子 智商太低 还有一点 我几乎可以料想 一个男人想从你嘴里 套出一点 你自己的家庭信息 几乎是一说一个准 你什么都会 竹筒倒豆子一样 把家里所有的事 跟别人说 只要别人愿意问 对吧 说的好听 就要天真烂漫 说的难听 就要没脑子 你是个成年女性 别人问你什么 你都告诉别人 那些跟你不相识的人 你说关你什么事啊 我有男朋友 他干什么的 跟你有关系吗 他什么时候回家 回来时间有多长多短 工作忙不忙 跟你有关系吗 那是我的事 我的爱人 但你偏偏把这事 都跟别人说 但男女之间 一旦你聊了第一句 就会有聊第二句 当你打开心扉的时候 别人走进来 你还管得了吗 你喝醉了以后 别人把你撑出来 如果男朋友不在 别人想干什么 你会任人鱼肉 你还有一点防备能力没有 我不是说你要故意这样 人很坏 但是你太没有防备心 太不长脑子 所以你该管 当然不应该像他那样管 所以你不要再瘪着嘴了 而对于男生来说 其实你内心也很脆弱 你口口声声说相信他 但其实你内心 压根就不信任他 你刚才有一句话 已经很俨然地表示出了 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就是说他太天真了 我知道你的不信任他 不是说他是个坏女人 而是你不信任他 能够独自地去面对 所谓的险恶 但是你又有这样的防御心理吗 你也不行 所以说一个男人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有的时候确实应该像父亲一样 可以让他依靠 但有的时候也应该像个儿子一样 让他来疼爱你 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 我没有看出在生活当中 他有多么去关爱你 倒是你操碎了心 而你呢 有的时候你也得像像母亲 有点母性 让男人来依恋 你刚才那句话真是让人伤脑筋 你怎么说的 你说 哎呀你都不陪我玩 那我还不允许我找别人玩 你就没点正事啊 哪怕是把你关家里面 你做点别的事也行嘛 他说他养你 你还就真让他养 还好意思说 我就像个宠物你是真的太不懂事 所以我说 那首《快知人口》的诗怎么说来着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好 自由这个东西一旦打破了平衡 就一定出现了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有脑子的女人 就不会轻易地让别人了解你的信息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女人 就应该知道怎么疼自己的男人 知道自己的为难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女人 就不应该像别人被宠物一样关在家里 应该报警 来维护自己的自由 但是你没有这样去做 所以你让别人怎么来对待你呢 所以应该让他自己去历练 跟余老师所说的 他自己不去历练社会 你以为你能把他养大成人啊 你教不了他那些 结果最后会变成他愤怒了也长不大 你累死了也当不了这爹 所以赵川刚才问你 非他不娶吗 非他不娶 但在娶他之前 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以后不要多拦着他了 你老拦着他挡着他 他什么也看不见 好吧 在他适时出现危险的时候 你可以去保护他 因为你是他的男朋友 但是你不能一手遮天 谎言一般都是这么说的 非他不娶 这99%是谎言 明天他不在了 你一辈子不娶老婆吗 我说这话的意思 没想让你回答 任何的事情 其实都不要极端 但他极端的时候一定失衡 别委屈了 老师们有些话说你说的对 失去编辑了 但是还不是一个坏女人 没有什么主观故意 可能客观就是不懂 不懂就学 没关系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感觉吧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这个心是真的 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感动你 一定会温暖你 希望我们一起能走下去 就是说我们和好 以后我会给你机会 给你自由 给你自主的时间 让你自由发展 但是我的努力 也希望你能看得见 我们在一起 同甘共苦吧 算是 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但是 我一想到 你把我关到家里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现在 还没想好 到底该怎么面对 时间大了 下面请你们交换手里的箱子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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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